哈喽我是桃子 欢迎收看蒙眼香极限生存第十一期 我发现外太空好像比较排斥外来的生物 你看这些氧气果 刚种上恨不得转眼就熟了 可是我的小树苗种了都八百年了 它是一个都不给我长呀 哎怎么办呀 愁死了 眼看着我们的树叶就要烧煤了 不如就烧个氧气果试试吧 看一下一个氧气果 烧掉可以获得多少的氧气值 我去 直接变成二百九十多 一下子涨了六十个 这氧气果不愧是叫氧气果呀 能产生好多的氧气 那以后我们还烧什么树叶呀 烧氧气果得了 阿里以后你的工作就是种氧气果 种完了收收完了种 种完了收收完了烧 那我会有时间干了 一觉醒来发现家里闯进了一个当当 哎小伙子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这两个高的围墙都围不住你嘛 不行我得再加高一个 我可不能让这么危险的生物进到我的家里 现在全部都变成了三个高的围墙 这下看你们还怎么进来 我看这个星战在外面也挺危险的 每次去别的星球还要出来 干脆一把星战挖回家里吧 这样我们穿梭星球也不用出门了 嘿嘿安全级别又上升了 现在这个氧气果是不缺了 但是开始缺燃料了 我也不能每天都出去挖石油呀 而且附近的石油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我挖空的 要是有点岩浆就好了 有呀 蒙眼星地下都有 对哦 我把这事给忘了 做两个钛合金筒 我看看附近有什么矿洞 我去弄两桶岩浆过来 就从这个角落往下挖吧 挖几格先透视一下 密集不错哟 附近就有一大片的岩浆盒 看我挖一条地道过去 砍树的时候 顺便砍的荧光包子 现在就派上用场了 可以用来证明 桃子能干嘛呢 挖地道呢 给你挖一条直通岩浆的道路 这样就可以直接过来取岩浆了 OK 大功告成 回去的时候 带你们看一下我挖的地道 路上每隔一段距离 就让我放了星光包子 这样就不会迷路了 一下子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怎么样 我是不是特别的贴心 最后这里有点小小的失误 改一下 看上来直接就到家了 以后再去找岩浆可就方便多了 羊料没了 刚好把我弄的两桶岩浆放进去 那么多的岩浆可足够我们用了吧 这下好了 氧气的问题也反是彻底解决了 再也不用担心哪天缺羊 把我的小猪猪给闷死了 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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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